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弟好不容易脱单 可对方哥哥不同意 我弟眼巴巴的看着我 姐,拿下他哥 咱们亲上加亲啊 倒也不是不可以 直接见到对方哥哥后 我猛圈了 狗前任笑了 又一次没人计 我弟谈恋爱了 据他所说是第一个告诉我的 据我对他的了解 一般这样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果然在我的威逼力诱下 他才把事情说了出来 他跟小女友是大学同学 但是小女友的哥哥 不允许他毕业前谈恋爱 真是什么时代了 还有这样封建思想的哥哥 姐,只要你帮我这一次 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我弟双手合上 不停地拜我 打住 我伸出刚做好美甲的白西手指 欣赏般地又打量了起来 显然对他的话不感兴趣 姐,他歌剧帅 比明星还帅 姐,六块腹肌 一米八五的个子 姐,拿下他哥 我们亲上加亲啊 在我弟一声声诚恳地劝说下 我以光速拎起包结账 然后拉着他上车 你要知道 你姐绝对不是因为 一米八五六块腹肌的 帅气大男孩才过去的 真的是保卫你的幸福 我郑重地点头 成功说服了我自己 我弟跟小女友已经安排好了 早已经把他的哥哥 约在咖啡厅里等着 我扭着小蛮腰 笑音音地跟在我弟后面 去了位置上坐下 帅哥,你好呀 男人抬起来头 我猛了 这你马不是我那分手三年的狗前人吗 宋小傲 我跟你没玩 我侧头关爱地看了眼我弟 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 狗前任笑了 又一次没人记 好想挖个地缝钻进去 怎么肥色 但是我对上我弟小狗 汪汪的眼神 也成功心软了 加油 为了弟弟的幸福 咱豁出去了 我笑颜如花地看着他 帅哥 初次见面就会打去我 加个微信吧 方便后面联系 我弟给我头来感激涕铃的目光 反倒是谢玉神情凝重 有一丝慌乱闪过 宋云安你失忆了 所以你当初甩了我并不是真心的对吧 我脸上笑容凝固 没失忆 但现在很想失忆 由于谢玉这狗男人声音太大 咖啡厅里大部分客人都朝我们看了过来 这年头还真有这么狗血剧情吗 哈玛丽苏剧情照尽生活 可惜了 这么好看的小姐姐居然失忆了 确定不是小说写的 回头片前治病 更离谱的言论比比皆是 但是谢玉仿佛听不见一样 眼神一直注视着我 我弟则是张大的嘴巴 可以塞进一个鸡蛋了 姐 我怎么不知道 你居然还有一个前任 还是 弟弟难以置信 喝了口水压压惊 我强忍着把他赶出家门 自生自灭的怒火 一手提包 一手提他飞快地跑出咖啡厅 风中残留了句 家有集市 告辞 谢玉不甘心 直接追了出来 不过 我也是从后视镜看见的 因为此刻的我 已经开车 带着我弟溜之大吉了 姐 你谈恋爱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居然还是谢玉岳的哥哥 早这样多方便啊 弟弟一脸开心 有种缺失脑干的聪明 宋小傲 你把你姐坑死了 这个月龄花钱减半 平板也没了 我咬牙切齿地大喊 简直印证了那句话 只有猪一样的队友 我跟谢玉的事情 那要追溯到三年前了 那会 我跟他一个大学 他可是学校风云人物 长得帅成绩好 还是学生会主席 当时我就跟室友打了个赌 一个月避坠到他 黄天不负有心人 在我的强烈攻势下 他还是败了 大家都以为 我们是一对神仙眷侣 谁也没想到 我们会分开 也是因为这是 大学同学聚会 我后来一次也没有出席过 车里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我一个眼神 弟弟立刻会议 从我包里拿出来递给我 是一串陌生号码 喂 哪位 宋运安 你居然把我微信 QQ手机号都拉黑了 周遭空气顿时安静起来 为什么愤怒的 男婴带着一些搞笑呢 我翻了个白眼 支付宝不是没拉黑 再说 你要三年没给我发消息 你怎么会现在才知道 我给你拉黑了呢 想到这里 我就更加生气了 不等对面说话 直接挂断了电话 宋小奥我告诉你 你跟谢月月不可能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爸妈就不会同意 或许我弟也不明白 我哪里来得这么大火气 嘴里嘀嘀咕咕半天 估计是在骂我 我把他送到学校 他都没有再跟我说一句话 平时都会笑着 跟我说再见的 事后我也反省了自己 弟弟也是有恋爱自由的呀 人家年轻人的事情 大不了不管不就好了 出于内疚 我给我弟赚了笔钱 作为恋爱资金 本以为他多硬气 在转账过期之前 还是给领了 见他收了我心里 也踏实多了 小样没有什么 事前解决不了的事情 四日 我哼着歌 踩点去公司打卡上班 但是周围同事的脸色 让我内心不禁发毛 小燕燕 是要发奖金了 还是要放假了 怎么一个个都这么高兴 我坐在工位上 朝着我旁边的同事 凑了过去 王燕是出了名的爱八卦 公司没有事情 是他不知道的 当然同样爱吃瓜的 我跟他关系 也是十分要好 王燕性高采烈地 拉着我的胳膊 低头小声道 郑老头被调走了 听说空降的这位老板 是总公司特意派过来的 什么 虽然郑老头有一点抠搜 平时没事就爱团建 还要求AA 但是 我那么费尽心思拍 郑老头马屁 魏地就是要晋升组长啊 他前天还答应我 这是稳妥了 我不过就是休假一天 他人直接没了 啊不 调走了 我握紧咖啡杯 眼神呆滞 王燕还以为我是激动过度 又补了一句 听说新老板俱帅 而且以前也是A大毕业的哦 安安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被他暧昧的眼神 吓得一哆嗦 什么想法 刀了他的想法吗 组长泡汤了 甚至加薪没了 都没了 我炸了呀 内心凄凉的 我坐在工位上 听着同事们八卦着 不一会儿功夫 秘书小李走了出来 喊我们去会议室开会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当时郑老头来的时候 也是如此 我任命般的 拿着笔记本 跟笔 去了会议室 分公司规模不大 加上宝洁才十几个人 所以会议室刚刚好 可以坐下 会议定在十分钟后 小李殷勤地帮忙打开门 一位西装革履的男人 走了进来 挺拔的身躯 修长的腿 这个表好像有点眼熟 我从下打量道上 最后定格在老板的脸上 哇 好帅啊 面对这样的老板 我天天加班也开心啊 呜呜恨我 为什么结婚生娃了 你们加油 就连已婚妇女元姐 都激动得不行了 在场大概也就我是实话状态 因为 谢鱼为什么会在这 狗男人察觉到了我的视线 但他并没有看我 而是环顾了下大家 开始自我介绍 紧接着 就是我们自我介绍 挨到我的时候 我艰难地站起身来 我是策划组的宋云安 宋小姐来公司多久了 谢鱼一手搭在桌子上清点 漫不经心地看着我 我背后发毛 年强笑着 两年多了 谢鱼点点头 然后想了想到 宋小姐为了公司也尽心尽力 趁着今天 那就身为组长吧 大家以后多向宋小姐学习 散会 什么 一大早的 不要这么折腾 我的小心脏好不好 周围同事投过来羡慕的眼神 我一一陪笑 他们起哄 要我晚上请客吃饭 我麻木地笑着答应 内心慌得一批 不知道谢鱼这丝 在搞什么鬼 在快要午休的时候 我借口倒水溜入了谢鱼的办公室 谢鱼你几个意思 我怒瞪着她 气势冲冲地一巴掌派在办公桌前 谢鱼皱眉 你就是这么跟你老板说话的 我 跟我来这一套是吧 我姗姗收回手 微笑着看着她 夹着嗓子道 老板 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 我 不能 谢鱼回了我一个笑容 好 很好 我干嘛要来碰一鼻子灰 老娘我不干了 我愤恨地冲出办公室 拿起键盘 就开始打辞职报告 一旁的王燕 注意到我在干嘛后 赶紧拉着了我的手 暗暗 你这是疯了呀 组长不当 要去当老板夫人了 我急忙捂住王燕的嘴巴 脸火辣辣地烧 你在胡说什么呢 老板那种冰清玉洁的人 哪里是咱们可以染指的 我低头看向四周 小心脏扑通扑通 公司的人 都是我入职之后才认识的 按道理说 不会有人知道 我跟谢鱼之前的事情 王燕黑黑一笑 趴在我耳边嘀咕 大家都在传老板 对你不一般呢 而且你又这么漂亮 也应该谈谈恋爱了 我跟谁谈 也不可能跟谢鱼谈啊 我惊呼一声 王燕撇过头拿资料 假装不认识我 我默默地回头 果然看见了谢鱼那张 比我家烧了十几年的锅 还黑的脸 谢鱼身后的小李 给我投来个 自求多福的眼神 挺好的 不用辞职了 直接背开可还行 我大脑飞速地运转 然后谄媚地笑着 逃到谢鱼的面前 他冷冷地扫了我一眼 绕过我离开 哦 吼 我二话不说 就追了上去 按照这狗男人的性子 肯定要给我穿小鞋的呀 老板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冰清欲结 洁白无暇 白白挨雪 哪里是我可以染指地 你可以懂我意思的吧 谢鱼依旧臭脸 当我就是一团空气 我朝着小李挥了挥手 示意他先离开 小李犹豫不决 我口行告诉我来单着后 他才悄咪咪地掉头回去 我跟着谢鱼上了电梯 他按了一楼 老板 你这是要去吃午饭吗 我请你吃饭拜 一秒 两秒 三秒 老板 能给我一个 请你吃饭的机会吗 我咬牙切齿地笑着 几乎下一秒就可以突破伪装了 行吧 谢鱼看了下表 似乎有点不太情愿 又被你装到了呢 狗男人 我心里默默吐槽 但脸上笑容不减 要知道自己辞职 跟被公司开除 那可就太不一样了 要是这狗男人 在公报私仇添油加醋写几句 估计我可以去人家饭店 洗碗刷盘子了 悲催的打工人打工魂 我跟着谢鱼来了 附近商场的一家餐厅 人均两千 这商场我少说也来过十几回了 居然没有发现还有这么个坑人地方 嘴欠的后果 一个月工资没了 挺好的 我笑容不变 让谢鱼点餐 这次也不跟我客气 卡卡一顿点 我点了杯120的柠檬水后 将菜单递给了服务员 谢鱼看着我 眼神复杂 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同事之间开了笑而已 宋运安 你算是落到我手上了吧 我一句 谢鱼一句 都说吃人手短 拿人手软 这狗男人 怎么喜欢反着来 老虎不发威 当我是病猫了 心里怒火中烧 话到嘴边就变成了 你要杀药寡直说 谢鱼被我话逗笑 喝了口水 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解释 解释什么 五年前 为什么要分手 我就是想分手啊 我不想再跟你谈啊 还能有什么原因 难不成我真失忆了 很显然 我没失忆没癌症 你玛丽苏小说 看多了吧 我破罐子破摔 嘴跟抹了油一样 巴巴了几句 看着谢鱼 越来越铁青的脸 我心情突然有点好 说起分手的事情 可能也有一点狗血 谢鱼有一个青梅竹马 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起长大的 人家门当户对 一样的优秀 我配吗 我不配 我漫不经心地 吃着服务员端上来的牛排 可贵了呢 不能浪费 因为林亦云 谢鱼额头的青筋抱起 林亦云是我妈闺蜜的儿子 在我初中的时候 他爸妈就车祸去世了 所以后来都住在我家 跟我一起上下学 他对我也超级好 可以说是没有血缘的亲哥哥 他对我弟弟也很好 在他工作之后 就经常给我弟买鞋 买衣服给钱 对我爸妈也是如此 工作了几年 就辞职自己创业 带着团队一路打拼 眼下也有自己的小公司了 我黑着脸有点不爽 谢鱼认为拆穿了我 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 怎么看怎么欠揍 我呵呵一笑 跟一云哥哥有什么关系 反倒是你 还是那么自负 从来不想你身边人什么想法 蒋柔喜欢你那么多年 你不知道 他带着你妈找上我 让我离开你 不然就要到我家去闹 哦 你当然不会知道这些 或许你也只是认为 是我瞎编的 我慢条丝里地吃着牛排 一刀一刀切在肉上 宋运安 谢鱼威胁地喊了我一声 蒋柔就是他的青梅竹马 是个清纯的小姑娘 当然也只是表面 没人知道他清纯外表下 是怎样的面孔 而我说这些 压根没想着 跟谢鱼还有复合可能 完全就是为了隔应他 不相信你就去找他们对质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都过去了 我笑嘻嘻地看着他 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 没长嘴吗 谢鱼毒舌道 这人 这人怎么这样 当初谈恋爱 那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心怕摔了的温柔男人 去哪了 我不自然地咽了口口水 我打你电话的时候 是一个女人接的 鬼知道你当时跟谁在一起 而且 现在说不也一样 你妈不喜欢我 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 既然没有以后 怎么分不是分 电视剧里演的婆媳关系多吓人 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放手 谢鱼似乎在隐忍着什么 眼眶红红的 那是我家做饭阿姨 我手机丢客厅了 我后来不是给你回电话过去了 嗯 这个 这谁知道啊 谁好人家还请人做饭 有钱人的世界我怎么懂 谢鱼似乎是要被我蠢哭了 肩膀有些颤抖 服务员发现 我们这边氛围不太对 过来询问 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拒绝了 行了行了 咱们都已经分三年了 都过去了 我安慰着坐过去 拍了拍她的背 要说难过当时确实难过 但是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有什么事过不去呢 宋运安 你个没心没肺的渣女 什么啊 我渣女 你个渣男 明明是因为你的原因 我们才会分手的好不好 我大喊一声 其他人也看了过来 谢鱼射死的耳垂红了起来 你小声点行不行 我忍住不笑 继续板着脸看她 所以呢 行行是我的错 现在误会说开了 咱们能和好了吗 谢鱼有点委屈 拽着我的袖子 仿佛跟三年前一样 她还是那幅温柔的小奶狗 但我非常清楚 这丝绝对黑话了 你凭什么要我跟你和好 我又提高了音量 周围人的目光 再次看了过来 谢鱼这次脸颊飞红 死死地拽着我的袖子 宋运安 就凭你一天天 只会唱爱如火吗 我又喊了声 谢鱼当场实话 我憋着笑 快步离开餐厅 然后飞快跑回公司 一路上 我一直喊 笑得不停 估计路人都觉得我疯了 一直回到宫位上 我才反应过来 刚刚我是不是逃单了 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王燕他们也吃完饭回来了 中午有两个小时午休时间 所以大家这回都悠闲得很 王燕看见我就立刻凑了过来 啊 你没事吧 老板有没有手撕了你 我灵光一闪 立刻委屈巴巴地看着他 长得帅有什么用 还不是尖酸刻薄的一个资本家 我请他吃饭赔礼道歉 他载我去了高档餐厅 一顿花了我九千多 一个月工资就这么没了 干 你付的钱啊 王燕心疼地抱了抱我 我哭唧唧 是啊 这个月要吃土了 大家可怜我 把晚上的聚餐给改到下个月了 刚好这个月 我可以买我喜欢的包包 下个月再请客吃饭 这不资金就周转过来了 正在我感慨我是机灵鬼的时候 小李过来喊我去老板办公室 你老实跟姐说老板喊我干什么 小李哭笑不得 应该没什么事吧 毕竟你刚晋升组长 估计是把你当左膀右臂喊你进去说话吧 小李不知道 细雨瞒的可以呀 不是工作上的事情 那只有 我溜进办公室后 小李就把门带上 他出去了 我大脑飞速地运转 嗯 淘单是我的不对 多少钱啊 我一会转给你 老板你不会怪我的吧 我小算盘打得啪啪作响 现在转吧 毕竟我是个尖酸刻薄的资本家 细雨拿起手机 打开收款码 一共九千零三块 出于人道主义 零头就给你抹了 不屑 他听见了 我心在滴血 小声低咕 我没带手机 晚点转给你吧 细雨冷哼一声 别 毕竟我只会畅暗如火 我 心在跳 是爱情如烈火 宋运安 细雨黑着脸 咬牙切齿 拽着我 直接把我提到了办公桌上 此刻我跟他的姿势过分暧昧 羞耻感涌上心头 我的脸颊爆红 谢 谢雨你干嘛 这里可是公司 你别 别想对我怎么样 我 我应该对你 对你怎么样 谢雨学着我接吧 然后调侃我 好啊好啊 果然这狗男人黑化了 你不就是想跟我复合吗 我考虑考虑好吧 我硬着头皮说道 打算先脱身再说 谁知道这丝不放手 反问我 为什么要跟你复合 因为你会畅爱如火吗 这梗过不去了是吗 我欲哭无泪 我不知道 我怎么走出办公室的 站在卫生间门口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口红花的领口皱皱巴巴的 雾蒙蒙的毛子 让人想如飞飞 死男人 狗男人 我愤恨地捏起拳头 将自己收拾好后 才回工位上工作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谢雨这丝是变招法的 喊我去办公室 并且每天一句 因为你会畅爱如火 所以事情交给你伴我放心 到底谁让这首歌 火起来的呀 周末 老妈给我发了消息 让我接我弟回来吃饭 听了我弟嘴里 哼着的爱如火 我气急败坏地 一拳头打在了他身上 不想我跟妈告状 就闭嘴 我做了一个警告的手势 我弟被我整得一连猛 无语地低头 开始刷手机 我们一家难得 坐在一起吃饭 就连义云哥哥也回来了 我妈做了一大桌子菜 笑应地招呼我们 洗手吃饭 哎呀 你年纪也不小了 什么时候找了男朋友回来 给我们看看 老妈加了块排骨给我 我视线落在林义云身上 义云哥哥什么时候 谈对象 我就什么时候谈 林义云立刻打咪 我答应了干妈 明年就结婚 你别操我心 倒是你这么久不谈恋爱 年轻人不行啊 我嘴角抽搐 好啊 明明说好 互相打掩护的 你也别操心我 我明天就结婚 老妈一脸欣喜 我就知道 安安肯定在谈恋爱 结婚不着急 先带回来给我们看看啊 那就这么说好了 明天带回家给我们看看 我跟你爸都有时间 我笑容尬住 看见我弟跟林义云幸灾乐祸的表情 内心气不过 妈 我工作很忙的 明天没时间 再说他也有工作呀 过段时间吧 下个月 不能再迟了 老妈下了死命令 我心情复杂 我弟那小白眼狼 也跟着义云哥哥玩去了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开车回家 思考再三 我决定 相亲 眼下这是唯一解决办法的原因 花钱雇一个 估计容易穿帮 我说干就干 立刻上网站注册了会员 然后网站工作人员联系我 立刻给我安排相亲 按照我的要求找人 明天三场相亲 我都安排在了 离我公司很远的一家餐厅 这样我同事他们肯定不会知道了 毕竟公司楼下附近的店我都熟 万一哪个说漏嘴八卦起来 那我才叫射死 次日 我打扮得光鲜亮丽 还喷了香水 开着车去了目的地 第一个相亲对象早已经到了 朝我招了招手 你就是爱如火吗 男人站着牙笑着 我看见了他牙缝里的韭菜 救命 这就是红娘说的高质量男性吗 我强忍着吐槽 微笑走到他对面坐下 你好 男人穿着西装 头发上抹的蹭亮 我真的会写 美女你长得好漂亮 比红娘给我的照片上漂亮多了 哦 我自己介绍一下 我有两套房 存款也有的 你要跟我在一起 就可以在家当全职太太 你看怎么样 没问题我们就去领证吧 是吗 突然感觉钱也不是万万都能 没钱也挺好的 本来想着 只要找个有钱的 多颗路我也能接受啊 相亲前 什么八十岁老宝队 都是小场面 相亲后 钱也没那么重要了 相亲前 有钱能使鬼推磨 关灯闭眼都一样 相亲后 钱乃身外之物 我委婉笑着 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合适 我喜欢一米八五六块腹肌的大帅哥 男人似乎有被我冒犯到 无语地瞪着我 猛喝了口水 然后离开 林总还骂了我一句 肤浅的女人 扑吃 身后传来男人的笑声 我不满地回头 然后尬住 谢玉你怎么在这 你跟踪我 你调查我 你监视我 我一脸四问 谢玉笑容不散 这个小姐 你跑到我小区附近的餐厅 距离公司七八公里 你管这叫跟踪你 我 在我律师来之前 我不会说一个字的谢谢 谢玉冲了我点头 就在我愤恨地回过头时候 一位男士走到我对面坐下 你好 是爱如火吗 扑吃 男人问完 后面又传来笑声 我忍着尴尬 礼貌地跟对面男人做自我介绍 我们家没什么要求 就是我妈 希望你可以生两个儿子 她不喜欢女儿 你看可以吗 我也不着急 我们可以先相处一个月看看 相处你妈呀 都是什么奇葩 我勉强笑着 你妈不是女人吗 为什么其实女人 难不成结婚了 还得跟你妈一起睡 男人气急败坏站起来 谁准你不尊重我妈的 真过分 饭也不用吃了 再见吧 我 明明约好的十一点 干嘛要提前来呀 三场相亲 我约的时间都间隔半个小时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上一个我不满意 就可以及时让对方走人 高效率进行下一个 我瞥了眼后面的谢玉 见他慢条斯里地吃东西 心情更不爽了 餐厅应该不是你家开的吧 没挨着你吧 可以呀 宋运安 一脸香两个 不过这眼光是真的不行 谢玉这狗男人嘴里嘖嘖的 我感觉 今天已经把今年的脸都丢完了 姐姐 你是 爱迪爱如火吗 一声小奶狗的奶音响了起来 我立刻回头看了过去 男人青春阳光 啊不 是个可爱的男孩子 我点点头 你 这个年纪 应该不会来相亲吧 看着跟我弟一样大 男孩脸微红笑着点头 我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 好奶萌 这我能下手 身后的谢玉 严谨地提醒了句 你说错了 你是这位姐姐 今天第三个相亲对象 我拿着叉子 转过头凶狠地喊道 闭嘴 转过头来 又笑嘻嘻地温柔看着弟弟 你多大了呀 经过三轮相亲 之前点的菜 这才上来 我二十二了 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独生子 有车有房有存款 没有不良嗜好 遵纪手法好公民 男孩认真的点头 好真诚 我看着他 怎么有种在猥亵我弟的感觉 嗯 你条件这么好 怎么想着来相亲呢 姐姐 都是缘分呀 男孩狡猾地笑了下 是挺好的 你好 我是他前夫 我得帮我们家 安安好好把关一下 谢玉坐不住了 走过来直接坐在我旁边 一屁股把我挤到了里面 谢玉你有病啊 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是我私人时间 你别逼我善 我话语未落 谢玉立刻接话 你也看见了弟弟 我前妻脾气很大 所以你要考虑清楚 我 咱们什么时候结婚了 你再造谣我告诉你 我要喊律师了 我想要起身 但是胳膊被这狗男人压着 根本起不来 没关系姐姐 哥哥他要想看 我们俩聊天就看吧 我没那么小气 但 还是个小绿茶奶狗 我更喜欢了怎么回事 我笑嘻嘻点头 好吧 都听你的 如此混乱的关系 上菜的服务员 都忍不住投来好奇的目光 弟弟 你年纪小 恐怕不能满足我们家安安呢 不能满足我们家安安 我微笑着在桌子底下 用力掐着他大腿 老板 你别开玩笑了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遇到不好的人 但是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吗 玩笑要适度呢 谢玉也不忍了 直接把我圈在怀里 宋运安 你背着我相亲 我跟儿子怎么办 我不过就是不会唱爱如火 你就不要我跟儿子了吗 谢玉大喊一声 周围人都看了过来 我原地去世 好 很好 果然有病 看我飞红的脸 谢玉一副得逞的模样 小声地在我耳边嘀咕 学你的 对面的弟弟也愣住 半场冲我跟谢玉笑了笑 打扰了 然后飞快地逃离餐厅 面对其他人的目光 我没脸继续吃饭 谢玉把两桌单买了之后 就拉着我一起出去 我一米八五有六块腹肌 长得可以也有钱 工作稳定 没有不良时好 遵纪手法好公民 宋小姐考虑一下吗 谢玉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我呵呵一笑 不考虑 谢玉突然变脸 眼眶湿润 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我结巴了 你 咋了 谢玉一米八五的大哥开始哭诉 我都听说了 你为了你前任哭得死去 活来天天醉 还为前任守寡三年呢 你还说 你心里没有我 我不相信 我 谁告诉你的 你被骗了吧 我分手之后 吃香喝辣的 快活得不得了 你分手之后 就一个人住 有一次还发高烧了 喊我名字 而且 每次八月二十号 你都会一个人买蛋糕吃 八月二十号 不就是我生日吗 男人一股脑地说着 我嫌他丢人 把他拽到了我车子上坐着 都是造谣的 你别相信 我深吸一口气 继续否认 谢玉摇头 你同事王燕说的 他还经常陪你去酒吧买醉 嗯 不是一起去看帅哥蹦迪的吗 几个钱啊 就出卖我 我脸黑 嘴角一阵抽搐 那你想怎么样 结婚 跟我结婚 谢玉声音沙哑 还有一点沙哑 我心好累 不是已经变成小狼狗了吗 怎么又跟三年前一样 这让我怎么忍得下心 见我不说话 谢玉打算继续哭唧唧 我只能妥协 好好好 那你妈还有蒋柔怎么办 蒋柔已经结婚生娃了 你不知道吗 我妈听见我说喜欢男人 立刻把户口本给我了 说完 她讨好的冲着我笑了笑 造孽呀 我认真的看了眼谢玉 脱口而出 那我娶你 谢玉眨巴着眼睛 也不是不行 有钱有眼睛归序 我可以上门的 那还是算了 回头她妈也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可夹不住 耐不住谢玉哄骗 我当晚就从家里偷来了户口本 四日一早跟她去把证灵了 小本们还没拿热乎 就被狗男人一把抢走 现在你别想离开我了 一会就把东西收拾收拾 去我那住 我今天要上班 不 你放假 三分钟后 看着手机上 叮叮请假消息 行 你老板 你说了算 我这离公司近一点 要不然你帮我这里来住 我想了想问道 谢玉眉一见 直接喊了搬家公司 精致奢侈的衣服用品 都进了我的小窝 男人穿着真丝睡衣 坐在我可爱的丁丁猫上 抱着我的胡萝卜玩偶 一本正经地处理工作 我无奈地插着腰看着她 转头去了厨房做菜 仿佛我跟她从来没分手三年一样 还是跟当初一样要好 安安 吃水果吗 我喂你 谢玉不知道 从哪搞来的车梨子 塞入了我嘴里 味道怎么样 这是我刚让人送来的 我微笑 很甜 像你一样 谢玉黑脸 我不厚道的 哈哈哈哈 大笑起来 因为我跟谢玉事先有约定 在公司 我跟她就是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大家还不知道 我已经跟她领证了的事情 王燕心虚急了 找一个空当 就约我出去吃烤肉 顾名思义一起去探店 而且是她请客 这种人均三百的烤肉店 是咱们吃得起的 果然在我怨念的小眼神下 王燕招架不住了 安安我错了 这不是老板给的太多了 他是真的喜欢你呀 你哪只眼睛看见的 我咬牙切齿 磨刀霍霍像猪羊 王燕善善一笑 往后退了点 她手机壁纸都是你 而且是偷拍你上课睡觉的画面 估计是暗恋 你很久了 再说了 你前任那个渣男 你还想他干嘛呀 我们老板多好 帅气又多金 话说你们都是A大毕业的 还居然不认识 谁说出去不可惜呀 王燕振振有词 想要说服我 我给她一个微笑 那你有没有想过 她就是我那渣男前任 王燕吃烤肉动作一顿 喉咙被辣椒枪住 猛地咳嗽 你说什么 天哪天哪 我当着老板面骂了老板 安安 我不想失业 我上有老下有猫 一家老小等着我吃饭呢 王燕欲哭无泪 嘴里的烤肉也不香了 见状 我扑痴地笑了出来 行了吧你 问题不大 他既然没跟你生气 就证明不会给你记仇的 我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背 至于我跟谢宇已经结婚的消息 就暂时没有告诉他了 我怕他的小心脏承受不住 偷户口本的事情 很快就被我妈发现了 在他拿着刀冲上门之前 我机智地率先带谢宇上门 这丝是真给我长脸啊 什么人参燕窝 烟啊酒啊的 那牌面 就连我弟都有一个最新款的平板 哎呀 小玉啊 快进来坐着坐着 安安也是的 都不早点带你回来见我们 我妈客套地笑着 然后使还我弟倒茶来 我爸则是在厨房做菜 毕竟我们家还得是我妈做主 阿姨 不是我不想来 是安安不带我来 我也没办法 谢绿茶 玉委屈地叹了口气 好啊你小子 在这里等着我是吧 我妈打底是以为谢宇家境不好 只能委婉地问 小玉啊 你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阿姨没别的意思 只毕竟你跟安安已经领证了 他嫁到你们家 去我也得了解了解 我桌底下踢了谢绿一脚 提醒他好好说话 下一秒 我弟嗷嗷直叫 姐 你踢我干嘛呀 我 好想掐死这个弟弟怎么办 果不其然 我妈弯了我一眼 我善善尬笑 我妈不上班 在家歇着 一听谢绿这话 我妈心疼得不得了 哦 这样啊 是身体不好吗 我弟忍不住了 他直接道 妈 谢成海你不认识吗 姐夫他爸 他妈是个艺术家 谢成海本是首富 我妈笑容变为震惊 谢成海是你爸 谢玉点点头 算是承认了 我妈瞪着我 我无辜地摇头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今天才知道 这是真的 我瞪着我弟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弟无辜地摇头 你也没问我呀 谢月月不是他表妹吗 知道这些不是很正常 表妹 真是一个消息 比一个消息劲爆呢 我维持着笑容 内心则是给这两个男人 都记上小本 我妈则是一把拽着我去了卧室 拿起衣架子 就要打在我身上 宋运安 我辛辛苦苦拉扯你到大 你怎么可以绑架人家少爷 人家爸妈知道 你们领证的事吗 我嗷嗷直叫 立刻冲出了房间 躲在谢玉的身后 妈 是她哄骗我结婚的 不是我拐骗她呀 谢玉也赶紧点头 拦在我前面 我妈大喘气 宋运安你开始 学会撒谎了是吧 人家能看上你什么呀 就在此时 大门被推开 林奕云回来了 呜呜 奕云哥哥 妈她看不起我 我装哭 立刻躲到了林奕云的背后 从小到大 只要她开口劝说 我妈肯定能放过我 林奕云是被我妈喊回来的 她也被我闪婚消息给惊到了 她跟谢玉之前见过 所以不算完全陌生 林奕云安抚完我妈 就把谢玉叫出去聊天了 而我则在我妈的逼问下 把我跟谢玉的故事说了一下 当然跳过了她妈让我离开的情节 闺女 不容易呀 我妈拍了拍我的肩膀 似乎是很感慨 我猜 就她被我爸保护这么多年的大脑 肯定已经脑补出来的几十集连续剧了 但我也懒得解释 只要揪揪着这个事就行了 一顿饭吃得还算和谐 林奕云跟谢玉不知道在外边聊了什么 回来两人就称兄道弟了 我妈意思很明确 既然结婚 还是要安排两家父母见面的 谢玉不知道脑子抽了什么疯 说要给我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回到家之后 我立刻让谢玉滚到我面前跪着 你几个意思啊 想上房接瓦了 男人委屈巴巴 你不想公开 我发现了 我 我只是想瞒着世俗跟你相爱 这样不好吗 宝宝 我黑黑一笑 摸了摸她的脑袋 你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今天你敢这么说 明天就敢不要我 后天就能律我 我咬牙切齿地 看着大吼的谢玉 一巴掌拍在了她脑袋上 谁教你的 还有你跟一云哥哥说啥 提到林一云 狗男人神情恢复了正常 这个你别管 工作上的事情 就是这样 我眨巴着眼睛 显然不相信 对于婚礼 我真的有点抗拒 奈何我妈跟谢玉双重折磨 只能趋于两人威胁下 婚礼之前 谢玉安排我家 跟她家人见面 这是我最担心的 毕竟她妈妈当年那样 我就感觉能跟我妈吵起来 但是不知道 谢玉跟她妈说了什么 两家人坐在一块 居然没吵起来 亲家母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我看安安是个好姑娘 我挺喜欢她的 什么 我有点惊恐 就听见谢玉她妈 我妈继续说道 安安长得这么漂亮 跟阿玉以后生个孩子 肯定更可爱 我也没什么事 孩子我都可以帮忙带的呀 这可打开了我妈的画匣子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聊了起来 而我爸跟谢玉她爸都是气管炎 偶尔喝几杯酒 这是什么操作 我侧头悄悄地问谢玉 她似乎猜到了我要说什么 我跟我妈说 你当时跟我分手就怀孕了 然后孩子掉了 等了我三年没有谈恋爱 吃了好多好多苦 她就内疚得不要不要的 你这是在骗你妈 她又不会问 家和万事兴不是最重要吗 那你也是在骗你妈 这是善意的谎言 我跟谢玉小声地讨论着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婆媳关系还是要靠男人 婚礼定在海边 我家这边亲戚不多 所以好安排 谢家那边也是 都只邀请了比较好的亲戚朋友 我也见到了谢玉的好兄弟们 还是当年那几个 他们也没想到 谢玉最后的老婆 也还是我